大家好,我是逆龄研究所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觉得身体特别沉重,乏力 或者到了下午,鞋子就变紧了,腿脚开始浮肿 又或者,你发现自己比别人更容易感冒,伤口愈合得特别慢 很多人觉得这是湿气重或者代谢慢 但在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Andrew Huberman看来 这其实是你身体里最重要的清洁工 淋巴系统Lymphatic System罢工了 如果把血管比作身体的送餐员,那淋巴就是垃圾回收车 一旦它堵车,你的身体就会变成一个堆满垃圾的垃圾场 导致炎症、免疫力下降,甚至是顽固的脂肪堆积 这一期视频,我们将基于Huberman这期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超硬和单人科普 为你拆解如何科学地激活这个被忽视的系统 不需要去美容院,只靠呼吸和简单的动作就能让身体重获轻盈 干货很满,建议先点赞收藏,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淋巴系统到底在干嘛 我们的心脏把富含氧气和营养的血液泵出去,送到全身的细胞 细胞吃饱喝足后,会产生代谢废物,比如二氧化碳和细胞碎片 大部分废物会通过静脉运走,但还有大量含有废物的液体 每天大约有3到4升,会滞留在细胞之间的缝隙里组织间隙 如果这些液体不被清理,你的组织就会发炎、肿胀 这时候,淋巴系统就登场了 它像一张巨大的网,把这些脏水收集起来,过滤掉病毒细菌 最后送回血液循环,但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设计bug 我们的血液循环有心脏这个强力的泵,可以把血泵到全身 但是,淋巴系统是没有泵的 它完全是一个被动的系统,而且还要对抗地心引力 把脚底板的液体一路向上运送到锁骨附近 这就意味着,如果你久坐不动,没有任何外力去推它,淋巴液就会停滞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坐了一天飞机或办公室后,你的腿会肿,人会觉得累 那么,没有泵,我们靠什么来推动它呢? Huberman给出了三个不需要花钱的顶级方案 既然没有心脏那样的泵,淋巴管进化出了一个聪明的机制 单向阀门,one way valves 液体只能往一个方向流,不会倒流 方案一,利用重力振动 Huberman特别推荐了一种运动,rebounding,蹦床,或者是简单地抖动身体 你可能会觉得跳来跳去很滑稽 但当你上下跳动时,身体的重力变化配合那个单向阀门 就像挤牙膏一样,把下半身的淋巴液一节一节地往上推 如果你家里没有蹦床,也没关系 走路是最好的替代品 Huberman建议每天至少七千步 不仅仅是为了消耗热量,更是为了通过腿部肌肉的收缩,把淋巴液挤回心脏 另外,如果你经常腿肿,游泳也是绝佳的选择 水的压力会给皮肤表面带来自然的挤压 就像穿了一件全身的压缩衣,非常有助于淋巴回流 如果说运动是靠肌肉挤压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方法就是利用我们身体自带的隐藏泵 这也是这一期最硬核的知识点 在你的腹部深处,脊柱前方,有一个巨大的淋巴液储存池 学名叫乳迷池,Sisterna Kali 它是下半身淋巴液汇聚的中转站 怎么把这里的水排空呢? 靠横膈膜呼吸,Diaphragmatic Breathing Huberman解释说,当你进行深度的腹式呼吸时 也就是吸气时,肚子鼓起来,横膈膜会下降 这个动作会改变腹腔的压力 直接压扁这个乳迷池,把淋巴液像泵水一样 强力泵入胸导管,送回血液循环 试操方法非常简单 每天早起,或者久坐感觉疲惫时 做五至十次深度的腹式呼吸 吸气,用鼻子深吸气 专注于让肚子像气球一样鼓起来 而不是胸部抬起 呼气,慢慢吐气,让肚子瘪下去 就这么简单 只要几次呼吸 你就在物理上加速了全身的排毒效率 这是一个在办公室、飞机上都能做的作弊技巧 除了排毒,淋巴系统还是你免疫力的护成盒 你感冒时脖子上的淋巴结会肿痛 那其实是淋巴结里的免疫细胞、T细胞 B细胞正在围剿病毒 所以,千万不要在淋巴结肿痛的时候用力去按揉它 那是在打扰你的免疫大军打仗 最后一个实操建议 不要只做力量训练 要保留有氧运动 很多人只喜欢举铁 不喜欢跑步 但Huberman提到一个惊人的发现 有氧运动Zone 2 Cardio 可以促进心脏长出新的淋巴管Lymphonyogenesis 这意味着你的心脏能更高效地清理代谢废物 不仅让心脏更年轻 还能减少随着年龄增长带来的心脏炎症 所以,每周保持几次30分钟以上的中低强度有氧 是在给你的心脏升级排污管道 以及,别忘了喝水 淋巴液的主要成分是水 如果你处于脱水状态 淋巴液就会变得粘稠 留不动 保证充足的水分是让这套系统运转的基础 总结一下 要想身体不沉重 免疫力再现 你需要做的事 动起来 每天走路或抖动身体 利用重力阀门 用对呼吸 每天几次复视呼吸 激活你的乳泥池泵 做有氧 帮助心脏长出新的淋巴管 多喝水 拒绝干烧 你以为这就是淋巴系统的全部了吗? 当然不是 你知道吗? 不仅身体有淋巴系统 你的大脑里也有一套神秘的下水道系统 它掌管着你的记忆力 情绪 甚至是你早上起来连肿不肿 眼带大不大的关键 但这套系统只有在你睡着 且姿势正确的时候才会开启 如果你经常脑雾 反应慢 早起连肿 那说明你大脑里的垃圾 可能没排干净 在下一期视频 我们将深度揭秘大脑的清洗指南 告诉你怎么睡 怎么按 才能让大脑年轻十岁 颜值回春 我是逆龄研究所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的大脑片见